大家好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什麼呢 就是眾人矚目的 登登 小米電視65吋 那這個比較專業 我就教給 心灰數位的板板 來替大家介紹 裡面有哪些 東西有小小的改變 好 現在要跟大家介紹的是呢 小米65吋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它的下面的那個 主機音響呢 它已經是採用所謂的 塑膠材質感的 然後呢 雖然之前三代 他們是想用金屬的網 但不過這次好像用塑膠網 感覺有點roll了一點 對 好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它的 整個介面的話呢 它會自動用智能方式 幫你挑選影片 然後幫你讓你來觀看 然後它是 完全是 新版的介面 跟以前 那個電腦平板的那個樣子 完全是很大的改變 對 然後會依照 各的喜好啊 部分的話 你挑選的影片都非常 OK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Youtube部分 Youtube部分的話呢 我們台灣這邊 比較常使用的是Youtube 然後它也安裝Youtube 來直接做觀看使用 然後我們先播一下 Youtube影片 對 OK 好的 這是Youtube部分的影片 對 然後聲音部分的話呢 是由前面的喇叭 電視主機音響 傳出 然後我們先看其他的大陸影片 大陸影片 其他大陸影片的部分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一下 用千尋這部分 這個部分的軟體的話呢 可以直接安裝我們 新衛數位這邊推薦的一些 APK軟體 然後可以直接 線上看一些中國 免費的電影 對 還有一些影視部分 對 那像我們之前 常常看到的 網路上一些比較夯的 像一些時速列車等等之類的 那他們有時候 就會有時到晚的影片分享 對 這樣子 然後連網速度部分的話呢 也非常快速 而且在整個 介面上面也並不延遲 好 我們挑回去圖畫面 對 然後我們看一下它 清除緩存的部分 對 清除緩存部分的話呢 它可以直接按一下 它的首頁鍵之後 再進行清除全部 然後你的電視就會 跑得更快 就回到原本設置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 它的 連到我們的那個 家用的 那個 Wi-Fi的硬碟裡面 我們可以從這邊 有一個高清播放器 可以直接載入 家裡的 那個 影片啊 還有一些 設備的 的東西 我們可以看到 你只要把APK的部分 裝在電腦裡面 或是影片放在裡面 然後我們放個4K影片 它可以直接讀取到 然後可以直接進行 可以進行播放 然後可以看它的4K畫質影片 不論在色彩飽和度部分呢 還有在它的那個 解析度部分的話呢 都採用4K HDR的技術 對非常厲害 好 我們先播一下 4K HDR的部分 也就是所謂的 那個 景深部分的問題 對 我們可以看到 正常播放 然後呢 而且可以看到 HDR部分 屬於它的 前後景 會有比較明顯的 感受 讓人家覺得 畫面更立體 然後在台灣目前 4K HDR的電視 都非常的 非常的高貴 那小米電視65寸 做到非常的便宜 以評價 只是它的 運送風險非常大 對 然後 如果有需要的話 會建議非常 開車前來自取 會非常方便 好 那我們介紹到此為止 謝謝